只是一句,我爹是向华强,就让心意安领头羊的向华强丢进了脸面 向华强背后偷偷摸摸藏着的小儿子向佑,压根就不是个善茬 在家被爹妈捧在手心,太子爷的脾气格外嚣张跋扈 毕竟,自认老爹向华强是个没人敢招惹的大佬 他没少在香港那个巴掌大小的地方惹是生非,次次都是爹妈给他擦屁股 2009年,才只有22岁的向佑一身肥镖,由老爹保驾护航 底气十足,顺叶在街头与两名男子大打出手 一个人打两个丝毫不逊色,想不到拳脚功夫都用在了打架斗殴上 那晚,向佑被指控公共场合斗殴罪名 好在老爹向华强出面,才没让自家少爷年纪轻轻就留下案底 但向华强却想不到自家儿子完全不争气 也正是因为这个事情闹得香港大街小巷人尽皆知 搞得向华强丢尽了面子,向佑倒是真正自喜 自认为由老爹保驾护航,反而更加的嚣张跋扈 纯粹的狗改不了吃 2019年,向佑被出租车司机张伟文指控打人 因为向佑带着小女友打到张伟文司机的出租车 目的地司机不熟悉,司机张伟文索性相劝换成 想不到却惹得向佑的谩骂和殴打 索性有警察前来,才挽救张伟文没有劈开肉战 而向佑却依旧嚣张伟文,怒吼 我爹是向华强,香港新一安龙头老大,谁敢惹 即便向佑十分嚣张,但是在看到警察叔叔 给他头上扣了三项罪名后,瞬间蔫了 牢狱之灾难逃一劫,向华强气得直跺脚 下定决心让小儿子长记性 足足被关了六个月的大牢 可是向佑爱子心切,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掏钱宝石 向佑自由身 但向佑不知道的是,小打小闹的背后惹上大牢难逃一劫 沦为隐身人完全是他咎由自取 如果没有向华强这个背景强大的老爹 想必向佑早在十二年前就被卸掉了一条腿 2010年,向佑在香港大摇大摆二十几年 跑来内地东莞也是十分的嚣张 想不到在灯红酒绿场所消遣之余 不料惹上当地的大人物太子辉 向佑虽长相一般,但是私下花样玩的却十分有花样 带着一群小弟来到太子酒店消遣 在一群外围女中挑中一个娇娇女 可是不知道对方玩的花样少 还是没有把向佑伺候好 两伙人发生冲突 惹得现场保安劝阻都不好使 甚至还直接惊动了大人物太子辉 向佑眼瞅着对方这伙人不是善茬 单单只是他向佑的名号恐怕不能震慑住 干脆爆出老爹向华强 是心一安领头羊的名号 毕竟太子辉也是在道上混的大人物 向华强虽然不敢招惹 但是错在于向佑在他地盘上胡作非为 死活不肯放人 并且给向华强传话要亲自来领 否则卸掉一条腿扔回香港 好在向华强把脸皮甩在对方跟前 才跟向佑挡住了一场血光之灾 毕竟自家小儿子少了一条腿 不知道会让向太心疼几天几夜 虽然向华强丢了面子 但是向佑的一条腿算是捡回来了 此后向华强和向太似乎有意将向佑藏起来 把心思全放在了大儿子向左身上 毕竟向左分分钟减重上百斤 一身肌肉的他变成了个正儿八经的行男 以至于让外界误认为向华强就只有向左这一个儿子 可是令向华强夫妇不省心的是 大儿子向左背后却是个贪恋美色的主 因偷吃毁掉了五个亿的心血 向左五亿捧不红 婚内偷吃不省心 向佑打架斗欧得罪大佬 险些卸掉一条腿遭血藏 向华强愁得满头白发丢进了脸面 毕竟早在向左还是个胖胖男娃时 亲弟弟向右没少惹是生非 气得向华强夫妇干脆将他血藏 沦为向家的透明人 一心把向左打造成向家的门面 但是让向华强夫妇想不到的是 向左背后竟然还是个运动达人 为了打造向左变成行男 减重上百斤不说 还更是大手一挥 砸五个亿败里连结为师 毕竟向华强背靠新一案的地位 早些年在黑势力横行霸道的时代下 他伸手帮助了不少大明星 果冠斩将 甚至是保住命根 纷纷都来找他报恩 向左出道就跟着李连杰拍电影 各大明星都看在向华强的面子上出镜 可是唯独向左撑不起那份闪光点的拍面 因为所有人都想不到 向左的转机会出现在一个女人身上 此人正是给他生下两个娃的郭碧婷 向左跟着一群大明星拍电影眉红 想不到跟着郭碧婷谈恋爱 却三番五次的上热搜 让外人记住了向左这个名字 惹得向太都美滋滋 但是向左却丝毫不满足 这边怀里搂着媳妇孩子 另一边却在婚房里与美女搞在一起 让人看见了笑话 想必向华强和向太都想不到 把惹是生非的向右给雪藏后 想不到向左依旧不是个省油的灯 活了大半辈子了 全被外人看见了热闹 而向太向来就是爱面子的主 谁惹到他都难过关 谁也想不到这次他该如何哄自家媳妇欢心 身为心一安的领头羊 向华强的后半生还能不能心安的闭上双眼呢